ASK 叙 叙 叙 车玩越多越好 所以对于车主 也就是CE的这个价格 没有什么太大的打控 就是说你说多 卖多少钱 就是这个价钱 只要不高于新车 基本上都能上架 所以大家在这种平台买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先查价再买车 不然就损失很惨 微博网友小巴拉问 说知知知我女朋友是化妆师 她特别喜欢迷你 我手头有点积蓄 想问这个车值得买吗 我觉得在所有汽车从业人的眼中 迷你这个车性价比都不是特别高 为什么呢 你享受着语言一样的空间和动力 但是你花的是宝马一样的钱 对吧 但是多数人买迷你 都不是买迷你这辆车 而是买迷你背后的品牌价值 就是有点像这买酷起 阿玛尼一样 买奢侈品 这个车我觉得可以买 10万块钱都买一个09年左右 车款非常不错的迷你了 千金难买她欢心吧 可以买 去吧 买买买 知乎网友大雄问说 蜀哥我现在有一辆11款的凯越手动顶配 13年才买的新车 想问什么时候换车划算 因为你这个车已经出了三年了 就是头三年二手车的贬值率是最高的 在第四年的时候卖的时候 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 但你在一年以内 哪个时候卖车价格是最高的 一般来说就不要选择五六月 因为五六月是新车二手车都是一个淡季 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车卖二手车商 价格压力也比较低 最好在年前那段时间 或者10月份 这是黄金期 这个时候卖车会比较贵 微信网友奶牛咪咪大问 李老鼠05年的皇冠3.0能买来代步吧 还是顶配 15万公里了 这个车到底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广东这个地方很多开老皇冠的都是做大买的 不信你上网可以搜一下 这个车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觉得它跟老奔驰是一个概念 就自带大高光环 对 买来开起来绝对非常爽 非常稳 但是3.0的这种车 尤其年限上 十几年的车了 油耗你得接受 百公里怎么着都得十四十五个 但是你不用担心的是 老皇冠和老雅阁 被二手车市场里面称为老不死的 就这个车很少容易坏 所以买回去可以开 但是日常保养费用得算到这笔账 来自汽车之家的网友 仓鼠管家的李哥 我认识一个大叔 是我邻居 他有一辆二手语言 没怎么跑 跑了三万公里 08年的 卖给我三万 合适不 从来没有大修过 5万公里的陵墓 大修的确有点夸张 这个车你跑个15万公里 不大修也非常正常 不过你下回提问之前 一定要记住 你说清楚这个车的排量和配置 1.5的还1.3的 因为两个排量价格不一样 如果是1.3的 那么就价格一般 如果是1.5的 那么就抓紧入手吧 宇燕这车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推荐过 非常适合改装 我开起来非常棒 非常省油 一车网友积木人说 蜀哥你好 我准备了20万 想买一辆印尼敞篷 或者说就是那种小跑 不知道你知道有没有 然后这种车呢 怎么买回来以后 维护保养费用比较低 20万买敞篷 或者说小跑 Z4TT 0708年都可以看 车员还比较多的 不过你买Z4 一定要注意这种敞篷车 一定要注意它漏不漏雨 如果敞篷要漏雨的话 这车修起来非常贵 买回来以后 怎么用起来比较便宜呢 其实这种维护保养费用 都比较高的 一年都得两岸往上 买回去以后 就挂到轰勤公司 你知道轰勤公司 对于这种车的需求量 非常大的 基本上你租三个月出去 一年的用车费用 就回来了 这样比较合适 来自知乎的网友 小baby说 李老鼠 我现在有一辆 07年11月份上牌的 帕萨特2.0手动的 一直开车 一直特别小心 只有一点寡蹭 换过一次电瓶 其他都没有了 想问一下这个车 在二手市场 能卖多少钱 这个车好卖吗 帕萨特这个车减 绝对是B级车里面 最好卖 就在二手车市场里面 而且保值率也非常不错 但是就是前四年 保值率不错 后面都一般了 你这车你看 在路上已经跑了九年了 我建议你 如果说可以的话 挂到那个平台上面去卖 大概能卖到五万 如果说你开到二手市场的话 就四万多块钱 瞬间就卖掉了 微信网友胡小云说 05年的现在酷派2.7 怎么样三只代表 酷派这个车 我们之前说过 又是2.7的还是2.0的好 这种车多数车主买回去以后 都会改装 对吧 换个什么增压 加个排气 悬挂都会改成低爬 然后点火进气 甚至还有刷ECU的 车况都不太好 所以你买回这种车以后 比较操心 这个价位 我倒是建议你买一个 206CC又敞篷 对吧 又好玩 而且稳定性要比这个2.7 稳定性和经济性 都得比这个2.7的酷派要好很多 微信网友小金鱼说 李老师我今年35岁了 现在还赚不上什么钱 我觉得2.7很火 我想转业2.7车行业 想问从哪开始 可能我先劝你句 2.7车行业 给你那种非常赚钱的样子 其实有点假象 就是多数人都没有赚到钱了 甚至很多人把钱砸到里面 都亏了 你要想真正进入这个行业 你首先得了解这个行业 你先了解一下 这个行业都有哪些东西构成的 需要多少钱的资金 我倒是建议你 如果不太懂2.7车的话 不要一步踏到2.7车 先从后市场 或者说先从销售踏入 可能会更好一些 微信网友灰色条文说 我想买一辆改气的二手杰达 想问好不好 相对于烧油的杰达来说 有什么利弊 这种双燃料的杰达 它的利益很明显 就是你以后用车的成本变低了 但是确定很明显 烧气的杰达 它的发动机工况 一定没有烧油的杰达好 因为天然气是非常伤气缸的 如果说在这两个车 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我倒是建议你买烧油的 因为第一个是烧油的杰达动力非常爽 再一个是烧油的杰达 在市场上更好卖一些 微信网友A.A.A.宏达二手车说 鼠爷我想听听 你对于各地取消二手车 现签的看法 同时求个T恤 T恤这事咱们后面再说 其实新疆伊利已经开放了第一炮了 就是他率先把现签先取消了 国二国三的车 只要符合当地的要求 就可以迁入到本地 所以最近能看到亚视和花香 多了很多新疆的车商 那么这个政策取消了以后 当然大家都很开心 尤其对于我们这种 喜欢玩老车的人 就是很多北京 广州 深圳的车 都可以迁入到我们西北了 宁夏山西了 好事 微博网友皮卡丘说 李老鼠 你有什么清理积碳的好方法吗 可以不可以教教我们 清理积碳这个方法 大家其实 机油厂用最多 就开杠杆 就是积碳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杠杆打开以后 拿铲子啪一铲 然后再合上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常用的 就是对于一种老车来说 我不会开杠杆 因为开杠杆 然后供况会下降 所以我就会拉高速 跑一趟高速以后 会感觉到 机油里面就有 非常多黑色的东西 就是这个积碳烧掉 第三种方法 就是效果深微的 4SX推荐 打掉屏 效果非常差 而且还很贵 微信网友李喵喵说 李老鼠 网上有很多平台的二手车 只有几千公里 这是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几千公里 二手车 我觉得是二手车市场里面 可疑度最高的 因为你看到 很多豪车 很多那个 怎么说呢 里程数非常短的车 都卖的价格比较高 他们多数 可能都跑了 一两万公里了 但是把里程数 调到几千 你看不出来 对于这种车呢 要非常认真的 去查一下保养记录 对 因为这种车的 调表嫌疑非常大 微信网友 拉登不拉登说 李哥你好 我有一辆飞度 我现在是一个技术斩 我特别喜欢动手 我自己想要保养一下车 想问一下可行吗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维修保养费用 会不会省一大笔 其实我说短期来说 不会省一大笔 因为你看 你保养你需要工具 对吧 你要换火花塞 你需要火花塞扳手 你要换这个几率 你需要几率扳手 这一套工具下来 就小一千块钱 第二个就是 你自己保养的话 没有矩身机 你要把这车 开到一个斜坡上 或者拿轻轻顶顶顶 那么导致这个油底壳呢 就和地面有一定角度 这个油放不太干净 所以我建议你 没有这些器材的情况下 不要自己保养 因为自己保养 相当上还有一定危险性 因为省也省不了太过钱 李哥你好 我看上一辆桑特纳 跑了22万公里 车子巨整 没有什么大毛病 就是刚启动的时候 大家的声音 然后开起来 这个车的异响比较重 1.2万可以要嘛 其实你看现在市面上的 桑特纳和捷达 只要不是国四的 基本上都1万多 那么你说这车有什么毛病 一个就是 开起来以后呢 整个车的这个异响比较重 第二个呢 是就是丑点 对吧 你说哒哒哒的声音 就是气门的声音 比较常见 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呢 这个气门的磨损上来了 所以会有这种声音 微信网友爱吃鱼的我说 老鼠哥6万左右 卡罗拉 八代思域 轩逸 手动挡 我到底选哪个 像这种0910年的车 小毛病会很多嘛 不会有什么小毛病 你选这几个车 都属于这个价位 里面毛病很少的 卡罗拉 选以思域 都不错 那么这几个车 其实就是我觉得思域 可能在空间上面 会比较差点 相对于这三款车来言 我觉得 如果你不嫌弃外观的条件下 我更倾向于卡罗拉这车 而且卡罗拉这车 市场包含量很大 义车的网友 公投叫我了 说鼠哥你好 我今年上初二 我的未来 想成为一名赛车首相 想问一下成为赛车首 有什么毕竟之路 我要实话告诉你 我觉得你可能有点伤心 毕竟之路就是 你得有钱 就你看像我 我就玩卡丁车 玩一节 我都非常心疼了 就别说那种 一年玩那种三四万 玩完卡丁车以后 你稍微有点天赋了 然后去炮老杯 炮老杯一年会费用 就这样二十万 就是得有钱 有时间 你就可以成为车手了 微信网友 朱罗旭小光龙说 李哥你好 我特别喜欢小钢炮 去市场去看2.0T的这种小钢炮 有什么技巧吗 你说2.0T小钢炮 我过你说的就是GTI吧 你看这种车 跟普通车没有什么特别大区别 这2.0T比普通车多了什么 就多了个涡轮增压 多了个中冷吧 所以你就把注意力 放在这涡轮增压里面 油风就行 油风不漏油 涡轮没有改过 没有刷过ECU 都OK 不过我建议你买这种车 还是买速车 速车比这种改装的车 开起来舒服很多 最后一个问题是 微信里面一个小姑娘回复的 她叫小星星 她说李老鼠你好 我也是做汽车自媒体的 你的内容我偏偏都看 你是怎么做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到这么高的阅读量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做内容就是 就是花时间去堆 就是我做一篇内容 别人可能花两三个小时 去写一篇文章 我要花几十个小时 去写一篇文章 就那种不扭先飞吧 然后多做一点互动 多听听用户的意见 多发点奖品 你的阅读量自然就上来 祝你好远 好的 我们这一期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公布一下 上周的获奖名单 第一名叫 秒速五厘米 抱着自己的媳妇 很幸福 第二个叫 妮丑长 应该是东北的 第三个叫 树带雄先生 头像很搞笑 是一个小树带雄 第四个叫 富强 应该是斗鱼的朋友 第五个更牛逼了 孤独猎 我的天哪 头像是一个月云鹏 恭喜这五月盘 获得了我们的 定制衬衫 对 活赛哥 那么怎么获得 我们这个奖品呢 方法很简单 就是关注我们的 公共账号 李老鼠说车 然后在后台回复 嘿嘿嘿 你的名字就会自动的 被列入到 下一期的 这个抽奖名单里面了 如果你觉得 我们李老鼠说车 做的哪不够好的话 那么就尽管 在后台骂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